各位亦有早晨 正值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還在北京開會之際 北京發生了一場地震 事源於今日凌晨零時54分 鎮央位於北京的門頭溝區 發生了一場3.6級地震 鎮源深度是18公里 北京市地震局說 這個地區自從1970年以來 亦發生過類似地震兩次 今次地震屬於正常地震活動 至於唐山方面 在今日清晨5時35分 河北省唐山聯州市發生了一場2級地震 鎮源深度15公里 當然無論是2級也好 或者是3.6級也好 對於地震來說 都是非常輕微的 3.6級是一場有感地震 但是震動也不會非常大 住在三藩市的朋友 應該會理解得到 因為周時那邊 都會有輕微的震動 因為三藩市剛好 坐落於兩個地殼板塊之間 地震擺在中國的語境來說 應該怎樣被解讀呢 在現代來說 當然不是一個好笑頭 因為會造成人命和經濟的損失 至於在古代 地震一般都會被解讀為一個空巢 就是上天對於天子發出一個警示和訊息 即是說肯定某些地方做得不好 而大型天災和瘟疫 往往成為了 古時候中原王朝結束的一個催化劑 當然我們現在身處在現代 看事物需要以一個科學的角度 可能有些人都會說 地震很輕微 只有3.6級 應該視作一個獨立事件去看便對 到底以一個什麼的角度去看 就見仁見智了 只不過 縱然我們的科技發展到現在這麼進步也好 地震仍然是少數 沒有辦法被現今的科技預測得到的天然災害之一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到底這是純粹偶然的一個震動 或是一些大型震動之前的一個先兆 那就真是不得而知 因為要分析地震 往往都是要靠馬後炮 到今時今日仍然是這樣 因為沒有辦法預測得到 到底地殼的板塊是怎樣移動 好了 說回香港的情況 我最近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 看到有人貼了一張相片 有幾張 就是關於南亞島的索古灣的樹 就是在近岸發現了一個叫做黃大魚 這個黃大魚是什麼呢 一般可以生長到3米至11米長 而且不是在淺岸的樹出現 一般會在深海200米至1公里的範圍出沒 如果出現大批黃大魚的情況 往往也是不好笑頭 在日本黃大魚被民眾稱之為龍公的使者 意思是龍公使這些黃大魚上岸 告訴民眾 這些樹快會發生地震 或者海嘯 馬上去疏散 在九年前 東日本的311大地震發生之前 在福島近岸 有民眾發現有二十幾條黃大魚 今次在南亞島發現就是一條 我相信也不需要太過擔心 一條半條可能不小心衝上岸 而且我看過圖片 那條黃大魚已經死了 不是生歐歐 可能就沒什麼大礙 如果突然間在南亞島的索古灣 發現有二十幾條生歐歐 那就要擔心一點 接著就說說登了在華盛頓郵報的其中一篇專欄 這篇專欄文章是由美國智庫 道德與公共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奧爾森所寫的 到底這篇文章有什麼特別呢? 他首先批評國安法 他就說中國現在繞過了特區政府 動用權力直接在人大會議上強推國安法 如果中國不肯讓步 美國就應該更進一步 他就說到了 超過三十萬的香港人 在回歸前已經持有英國發出的護照 美國就應該給這些人自動有權以政治難民的身份移民去美國 如果要擴大難民資格去到1997年之後出生 同時持有香港護照的人 就可以給香港的民主人士一個庇護所 鼓勵他們在受到進一步打壓的時候大舉移民 他就說如果所有企業家都離開香港的話 這個城市就不能夠再吸引美國去投資 香港對於中國的價值也會大幅下降 中共領導人終結香港特殊自由計劃 向世界再次展現出他們的本色 美國就應該捍衛香港的民主價值 與香港人同行 當然這個意見就只能夠代表得到 這個高級研究員他所屬的美國智庫的意見 就不能夠代表得到美國官方的意見 但是在這些主流媒體之上 寫這些意見出來 基本上已經是不尋常 以往二十幾年 香港九七之後 都已經是 來到今天也二十三年 從來都未試過有這樣的景地 不論是英國的媒體 或者是美國的媒體 很多的專欄很多的報導 都開始吹緊這一陣風 就是說到底是不是要給予香港人一個庇護呢 在英國不只是每日郵報這些小報說 連《太陽時報》和《衛報》都登了報導出來說 到底英國是不是應該給予BNO平權呢 當然來到現在這一刻 仍然是實惑未有一撇 仍然是不能夠過度地樂觀 盲目地樂觀 但是起碼已經進入了疫情的初階段 而且不再限於在野政黨的小黨 例如自由民主黨 連執政保守黨的下議院議員都說了一份 這已經是不同的層次了 也不再局限於香港的網民在網上玩白宮聯署 現在似乎是禮真的 至於美國方面 現在就找一些智庫出來吹風 當然距離真正能夠實踐得到 還有一條非常非常漫長的道路 甚至乎永遠停留在吹風的階段也不奇怪 連這個具體方案也未有 但是來講 起碼提供了一個輿論基礎 就是當香港一旦發生一些什麼人道危機的時候 美國到期時可能會施以援手 所以吹風不是完全無厘頭的 而且美國顯示了一種態度出來 就是美國傾向留人不留島 至於中國是怎樣呢 就是留島不留人 中國的思維永遠就是這樣 以為可以拿到你這個地方 拿到你這裡的硬件 拿到你這裡的基礎建設 甚至乎拿到香港的四千六百五十幾億美元 即是外匯儲備 那你拿到你又怎樣呢 香港一直以來長久難以成功 就是這裡的人才和這裡的法治制度 現在大陸就靠把國安法 放在基本法附件三當中 在香港實行 當然大陸就可以牢牢掌握著香港 控制著香港 但是那些人才會怎樣呢 有多少會選擇走路呢 有多少會選擇移民呢 是不是 看回你49年以來的軌跡 人家恐共走去移民 一點都不奇怪 在昨天就連大律師公會都出了聲明 就說國安法是會損害到 香港這個司法獨立的基石 當然在一般人的眼中 這些聲明的措詞 仍然是相當溫和 但是我就會理解 因為這班人始終來說 他讀過這麼多年書 都是要相信這個司法制度 相信這個法治制度 而且他仍然是靠這件事 作為衣撥的時候 他怎能夠全面推翻呢 等同於以前清朝的時候 很多人去考科舉 突然之間清朝 最後幾年說取消科舉的時候 那些所謂的餘生 讀書人一樣都是面對不到的 那就慢慢去面對 現在中國就啟動了 這個所謂攬炒機制的第一步了 至於能不能夠成事 其實就是看美國的反應 我們之前也說過了 實際上中國就是在賭 到底美國會不會有反應 如果美國採取一個非常強硬的反應 香港這個所謂的攬炒局勢 一定是成形的 但是如果不去採取這個強硬反應的時候 那就更加嚴重 因為如果美國要顧忌在香港的利益 或者是顧忌著不能夠進一步 再去損害美國現時經濟 而不採取任何回應的話 到時候的攬炒 就不單只是香港不簡單 而且會變成一個全球性的攬炒 為什麼這樣說呢 實際上美國現在兩黨議員 對華的態度已經越來越強硬了 很多參議員或眾議員都聯名一起提案 是民主共和兩黨沒有分的 如果你說有一個人對於中國的態度特別軟弱 那就是拜登 雖然特朗普都非常重視對華的貿易 大家看他怎樣 經常要促使這個首階段的中美貿易協議就知道了 但是來說 這個政治氣氛也要迫使特朗普 要作出一個強硬的回應 不管是他背後整個政黨也好 或者是白宮裏頭的鷹派顧問也好 其實都是驅使他向這個方向的 好了 如果美國沒有採取一些強硬的反應的話 就是就香港這個議題 其實就是會吸出一個錯誤的訊息 也同時是驅使北京在其他範疇上 會繼續為所欲為 現在你要鏡著美國在香港的貿易利益也好 金融利益也好 你選擇是不出聲的話 那麼中國就只會在其他範疇裡面更加知道 是不負責任地行為 比如說南海問題 台灣問題 或者中印邊界問題等等 那麼中國當然就不需要忌你 原來你 美國也是說說說 只是指老虎 一邊在吹水 一邊在說 但我不相信美國真的會不作為 如果美國是不作為的話 其實 國務卿蓬佩奧就不需要 將香港的年度認證報告押後發表 大家知道 原本這份報告在5月中的時候應該是發表了 但是肯定美國就收到封聲 這個就厲害了 人家連你大陸開兩會的時候 會有一些新的措施出台 是針對著香港一國兩制的 他都知道 所以他就特意押後了這份報告的發表 就是要包括國安法的考慮在內 好了 人家如果是根本上沒有反應的 沒有強烈回應的 他不用押後這個報告 他照出就可以了 他就是要等你這個國安法出台之後 等你那個條文在24號出台之後 他再去檢視香港是否仍然是高度自治 是否仍然是一國兩制 若然不是的話 他就檢討香港政策法 他就要檢視一下 香港是否應該擁有這個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他就是要等你這個出台 那如果他不是要有強硬反應 他就等你把鬼 所以我就憑著這一點 就覺得美國一定是會有些作為 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邁爾斯就說 他說中國在打倒一件事 就是當這個國安法出台之後 他就在打倒國際社會和美國 是否有一個強烈的反彈 仍然就是流於打嘴炮的形式 在譴責這樣那樣 當然中國可能的如意算盤真的在打 但是到底他這次是賭贏還是輸呢 那似乎美國也不會完全零反應 如果美國仍然在說口頭上的譴責這樣那樣的話 那麼他怎樣去驅使其他國家 在對華的議題上要跟美國的大隊 原來你自己都軟弱的 那你就叫人強硬 似乎你都站不住腳的 好了 到底這個情況是怎樣 大家就繼續拭目以待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